美国大学生在北韩坦诚犯罪 演技精湛 今年奥斯卡颁奖典礼已经结束了 要看要再等一年 不过北韩似乎还没跟上进度 这个孤立于国际的政府 从1月便拘留了一位美国学生 本周一该生出现在镜头前 维吉尼亚大学经济系学生 Otto Wongbeer 坦诚自己从平壤一间饭店 偷了一件印有政治标语的物品 这名21岁学生在镜头前的表现 简直把金奖影帝李奥纳多都给比下去了 Wongbeer说他偷拿该物品 是因为在美国 有人要拿一辆教会领袖的二手车 跟他交换一件来自北韩的战利品 他表示自己偷窃的行为 是一生中最糟的错误 同时也是危害国家的严重犯罪 并肯求原谅 北韩媒体1月写道 Wongbeer犯下受美国政府纵容 操弄与国家为敌的行为 在北韩被逮捕的外国人 通常都被迫在镜头前坦诚罪行 但这些表演实在太透明写实了 恐怕无法获得奥斯卡提名 白宫表示已窒息Wongbeer的情况 并会尽力确保他获得试毁